大家好 今天2021年8月2日星期一 继续有我周天慧跟大家讲讲 今天的时事焦点 今天的焦点必然是讲教协的末路 上星期六教育局宣布了 全面终止与教协的所有工作关系 因为教协一直都自称自己是一个教育专业的团体 但其实在过去十几年 大家基本上看看他的表现 他和一个政治团体是完全没有分别的 教育局今次终止与教协的关系 不会再与教协进行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会议 也不会再承认教协举办的教师培训课程 即是说教协在教育界的代表性将会威灵 其实教协在教育界还有什么生存的价值呢 今天我们会探讨这一点 其实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 其实在过去那四十八年 究竟他的表现是否一直都表现出 教育人员专业的一面呢 其实你会看到他们的政治取向 又或者他们专注在这个教育人员的利益 或者谋福利 即是否就是这么简单呢 其实教育对下一代的影响真是很深 大家想想你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 你是应该以学生放在为首位的 举一些例子 我们不要长篇大论去说很多 因为多到不得了 大家想想其实去年 有一个小学常识科教师是被教育定牌的 你想想他可以这个小学常识科教师 可以扭曲鸦片战争的事实 说到是英国为了消灭中国的鸦片 而发起的战争 即是事件根本都已经不单止是政治 这么简单 其实根本你就教错了 教错了你身为教协 你做了些什么呢 你又不单止没有谴责这个教师 去教错出错了一些教育的资讯 或者资料、课本去给他的学生 他还可以帮他砌词辩护 那你说教协你怎样专业呢 你只是单凭在这些事件里面 你已经觉得他是离了大谱 你也不要再说他有没有为了学生而着想 其实他们牵涉在政治的东西是多到不得了的 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主办的 反国教游行 大家都很记得 由反国教开始 根本是做了一个政治团体 还在2014年违法占宗的期间 教协亦都大力鼓吹全港师生去罢课罢教 又製造了大量的黄丝带 去给教师在学校里面派发宣传占宗运动 你说多夸张啊 去到2016年有个组织 学生动员就积极去推动 成员和其他人去支持港独的中学生 各自参选自己就读学校的学生会 将港独的声音带去学校 当时教协副会长张瑞辉 他出席电台节目当时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绝对尊重学生的自主 边商其实就是纵容学生去讨论港独事件 接着大家都不能记得 去到2019年反修例 6月13日和14日 教协就发动了两天的罢课 接着就发起所谓的罢课不罢教行动 似乎教协对罢课真的情有独钟 去到8月17日 教协又发起所谓的教育界大游行 有学生更加是穿黑衣去参与 还有教协副会长叶健元 虽然他现在这一刻潜了水 身为一个前立法会教育界功能组别的议员 你想想他在会议上面 不停拉布阻止民生议题尽情 不停地盲撑黑暴和师生 你说他教协这些恶行 你要硬硬地要数 一大堆数不准 大家想想 国安法其实已经实施了一年 涉及反修例被捕的学生人数 去到差不多4000人 教协依然都未醒 继续为他的政治目的 去涂毒青少年 不过说真的 说什么都没用 香港很多学生和家长 一早就对教协已经死心了 教协今次消失 对教育界有什么损失 绝对是一件好事 绝对是支持教育局 今天早上 教协会长黄军瑜 就认为教协的下场 应用他是救游自取 他就觉得教育局 今次比想象中很缺断 我真的对教育局 今次真的令眼相看 同样是教育界团体 教协在一些政治事件上 他的表态 就和教协有太大的分别 只是说一单 你想想2019年 反修例6月8日 即是开头 一开始有这个 反修例的游行开始 教协已经是发表声明 他是强烈呼吁教师 不要动员学生去参与游行 以免得被捲入政治漩涡 造成严重的后果 最终教协就劝别人不要去 千万叫教师不要鼓吹 学生要去参加这些反修例的活动 教协另一边商 就大力又搞罢课 最终是四千多个学生被拘捕 你想想教联这么多年以来 都是致力举办一些 为教师而设的活动 他也很关注香港教育的发展 就教育的议题 也进行很多调查的研究 也经常公开发表意见 就是希望他们 经常去促使政府 去回应业界的诉求等等 比起被评为政治团体的教协 教联这个工作 就更加贴合教育这两个字了 教协绝对已经是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了 教联一直都已经是在位 在未来香港教育界里面 将会准备写下新的一页 教联我们都会靠你了 OK 今天的今天的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